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舊儀會大樓 副總統賴清德參觀 城市博覽會必須的展場 這裡曾經是全台最大的遠洋基地 透過展覽 認識漁業現代化的起點 那个吊車的 在过去你有看到那个 好像山的那个 那个就是亚流 那个就是野流 这头像那个水泥的 那个水泥的渊源的那个 那前面那个就是 基隆港的港群 除了漁业文化 既有美食沙茶咖哩 也透过设置小吃店的展区 还原当年的原貌 干的咖哩很进口到日本 然后日本那边开始流行起来 所以在带到这种温泰 然后后来战后的时候 有一颗是潮汕人的营名 大家都知道潮汕人是东乡犹太人 他用小年下南洋贸易的时候 他把南洋那边的沙爹 带回来自己的家乡 加入海味改良院的沙茶酱 那沙茶酱这些移民呢 他们1945年后就从基隆登岸 城市博览会登场 副总统赖清德 11日安排参观行程 特别到正兵救援会大楼 及邪恶仓户展去参观 对于市长刘友昌 执政近8年 执政成果 让基隆彻底脱胎换骨 也让基隆人感到骄傲 让他由衷敬佩 不过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 因为缺人缺钱 更严重的是欠缺自理 所以本来是一座非常有特色的城市 变成比较灰暗 然后变成比较老旧 然后同时这个城市 也失去信心 那我是很高兴 李又昌接任市长 这几年来率领团队历徒制 在议会的支持 也在立委的协助之下 我们展现了这些成果 那从刚刚的这个观赏的过程当中 那我是清楚的看到 这次城市 已经由老旧 赋予他新的生命 那也从灰暗 变成彩色 看到希望 那也让这座城市的居民主人 可以感到光荣感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这个今年的城市展 是用整个城市作为范围 全体市民总动员 然后呢也包含了装置艺术 表演艺术 还有展览 以及各种的活动 然后呢 同时呢 也用艺术 设计跟人文穿透 所以整个这个展览 可以说是林佑昌市长 八年的成绩单 那也等于是 为未来百年的基隆市 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 身为基隆的一份子 大基隆的一份子 其实我是非常感动的 林佑昌也感谢赖副总统当年担任行政院长 大力支持前瞻计划 以多元经费 让基隆的改变 在城市布兰会上能够被看见 这一次陈博会的B展区 这个地方是旧余会大楼 是一栋历史的建筑物 在过去 它的命运曾经是要被拆除掉 然后盖成商业的大楼 但在我们市政府的一个坚持之下呢 把旧余会大楼把它保留下来 那并且由余会 透过会员代表的一个决议 捐给基隆市政府 所以我们把它纳到 我们大基隆历史场景的计划里面 经过两年的修复呢 一亿多的一个经费 那这个也是中央 这个前瞻计划 也是当初 这个我们赖院长 在这个大力的一个支持 所以能够有今天的一个成果 那现在我们把它放进来 我们的这个陈伯会里面 变成是一个艺术的一个展区 所以今天特别带副总统来参观 是看到那个时候的一个 政策上的一个决定 然后今天开花结果 那这个把这个成果 呈现在副总统之前 白天欣赏展演 晚上光雕秀 琳琅满目的内容 一网打进 属于基隆的山海浪漫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